中原普渡过后 吉安乡、关音寮、盛天宫、五谷宫等庙宇 陆续把信仲捐赠的物资 寄注到吉安乡公所的救助捐赠平台 希望可以透过公布门 帮助到各个弱势家户 还有特殊禁忆家庭 民众拿着提领券排出长长队伍 准备领取物资 在中原普渡过后 吉安乡、关音寮、盛天宫、五谷宫等庙宇 陆续将信仲捐赠的物资 寄注吉安乡公所救助捐赠平台 希望能让乡林巷弄处处充满温馨 感谢各公庙开启地方救助能量的一个铺陈 吉安乡公所透过了公庙的捐赠 也希望带来的是便利性的社区的关怀 因此我们借由公庙的所在地 来关怀周边方圆的弱势家户 相信这是一股在地推展的力量 也感谢我们公庙的益助的资源以外 更希望我们周边的这一些关怀户 能够透过宗教的一个洗礼 带来满满幸福被护佑的感受 因此我们串联各地的公庙 希望未来的救助不只是在吉安乡公所的 发放物资的一个作为 而是分散到各区各地跟社区友善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发送工作 让乡亲更便利 也让他们可以认识周边的一个环境设施 和公庙宗教信仰的铺针 对于弱势家庭来说 这些物资就像及时雨 而公庙开放的社区型关怀 也让周边关怀户 透过宗教散行 带来心灵的启迪和神明庇佑的安定 更希望能将这份温暖持续绵延 记者许立琴今天相报道